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宇斗姐姐 现在呢我要做一个守卫旗帜 要不然我先收到这几个小弟吧 他们老瞎溜的 然后呢再给他们做几个床 看他们的样子好像都昏了 这一个个的吃我的住我的 然后还不干活 其中放在这儿 床就放在墙边吧 喂 都关了呀 床都给你们碰好了 嘿 这帮野人的智商好像 在那儿撅着屁股就睡着了 完了 床也白做了 给守卫旗帜花一个地方吧 哎呀 这还有一个在这儿玩火的 哇 你个憋得自己烧死了 算了算了 我还是去弄点香药花吧 然后做一点急救包 别到时候把你们真烧死了 然后呢再给你们整一个家吧 就在这儿 直接挖一个山洞给你们当家 嘿 你们要干啥呀 那你们挖吧 挖呀 那不挖你们过来都得啥呀 直接挖一个大一点的山洞 然后放上床 再四个角度放上 荧光金块当灯用 嘿 好了 你们以后就有家了 就住在这里就好了 呃 我们再去 宣服几个野人吧 现在这才三个 还有点少呀 哎 干啥呀 我 你们别打家呀 我还要宣扬他们呢 喂 你们不要再打了 呃 行吧行吧 我长点星星也行 不用自己动手嘛 就吵 哎 不对呀 桃子你干嘛呢 动手啊 你怎么不干活呢 咋的哪把能量键在这劝架呢 哎呀 这咋还没洗了呢 你说都没碰上人 你说你你你你都能没洗 算了 救你一下吧 哎 你咋又没洗了 你可真是太仇人了 你看这人比人气死人 人这俩还知道打架 还知道睡觉 你不知道打架吧 还不知道找床 你跑那么远干嘛去啊 那边有床吗 算了算了啊 我这可不想闲人 哎呀 谁呀 为什么打我的桃子 不要打我的桃子 啊 桃子啊 你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梦梦无稳的桃子 在我的部落里生活了两天 在敌人入侵的时候 应有的在战斗中扭弯 一次手都没动我 然后被活活的累死了 啊 你怎么就走了呀 让我们为桃子莫安